男人登机前突然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 只见他乘坐的航班号 起飞的时间和日期 无一例外都指向了数字1015 这惊为天人的巧合 不由得让男人心里暗暗发毛 可看着周围一切并无异常 大壮还是逐渐放下了心来 可谁料就在他刚落走完毕 下一秒就在前排口袋中发现了一个MP3 而等男人定眼看去 上面竟赫然写着1015航班鬼是几个大字 出于强烈的好奇心 大壮随即便插上耳机点开了音频 而里面讲述的故事 竟和现在飞机上发生的事情如出一辙 就连此时外面正下着暴力 也被录音精准命中 更为恐怖的是 根据录音所言 在一个小时之后 这架航班将会从雷达上就此消失 永不重现 好在这只是起飞的正常颠簸 这才让大壮松了口气 可随着音频的不断播放 里面竟开始提到飞机失事的细节 听到这里 大壮连忙向一旁的男人询问 机长是否名叫唐纳 见男人一脸爱搭不理 大壮随即便将MP3例讲述的事件 告诉给了男人 故曾想着不但没引起男人的好奇 大壮反而还被当成了神棍 无奈之下 他也只好再度戴起耳机 独自一人聆听下去 谁料就在这时 音频却提到 等时间来到10点21分时 飞机将会与一只小鸟相撞 眼看所事预言接连成真 吓得大壮连忙将MP3摘了下来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然摊上了如此诡异的事 可想着逃避也不是长久之计 在稍作整顿后 男人还是选择坐回座位 准备继续听下去 以此来杜绝最坏情况的发生 而根据录音所述 航班将会在11点15分消失 留给男人的时间也已然不多 可好在大壮在随后的信息中 成功知晓了破局的关键 因为飞机失事的情况有多种多样 可能是客舱失火 又或是机械故障 但是根据现状的推断 碍于天气的诱因 大壮觉得飞机在雷达上消失 很大可能是信号受到担扰 因此他们才会遭遇危机 而通过逐一排查 他很快就发现了美女 大壮认为使用手机 会让信息受到干扰 于是便请求两人关闭 以保证机子的安全 可怎奈他如何解释 两人却依旧无动于衷 还仗着自己开了飞行模式 唯由拒绝了大壮的建议 眼看双方即将爆发出激烈的争端 好在空姐及时出现 这才平息了此事 然而这对于大壮而言 事情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可好在通过录音传递出来的讯息 大壮成功知道的机上 还有一名受空警保护的证人 由于他正遭受黑手岛的追杀 男人相信这定然是 引起飞机失事的导火索 黑帮袭击航班 本就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现在只要自己能成功 找到空姐和证人 就能顺利化解这场危机 根据自己的第六感 大壮觉得第一排的乘客 很大可能就是自己想要找人 但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必须要找到 证明他们身份的东西 可起料就在翻找的途中 掉下的行李却意外惊醒了男人 巨大的动静也瞬间 让机舱炸开了锅 即使大壮对此极力地解释 面前的男人却始终不肯买仗 眼看气氛已剑拔弩脏 空姐随即便出面开始调和 可随着大壮的接连爆量 静硬生生地将证人保护计划 也暴露出 危急时刻好在机长及时赶到 这才将事态稳定下来 而作为始作俑者的大壮 自然成为了众矢之地 男人打死也没想到 明明自己想要拯救众人 最后却变成了最大的祸害 可看着时间的逐渐临近 男人深深地相信 唯有自己才知晓背后的真相 可即便他如何恳求 空姐却只认为 他可能是压力过大而产生的幻觉 接着便扬长而去图 留下大壮一人留在原地 趁着这个间隙 大壮再度打开了MP3 听着里面不断重复着失事的话题 就在大壮不知道如何是好时 一个男人却突然走入了他的视线 男人坦言刚才大壮所做的一切 他都能够理解 无论是之前撞击的飞鸟 还是争吵时的言论 他都一一看在了眼 男人深信大壮所做的一切 都有自己的理由 因为自己曾经就是一个飞行员 他十分理解这种内心出现的危机感 看着时间逐渐临近 为了不让事态变得严重 大壮随即便让男人潜入驾驶室 去操控飞机安全转位 而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驾驶室的安全密码 可想到自己今天经历的种种巧合 大壮随即灵光一审 眼看时间已然不多 男人二话不说随即便展开行动 不出大壮所料 密码果然如他猜想一样 可诡异的是 闯入进去的男人随即便对着机长拳脚相向 只是转眼间的功夫 男人就成功占领了飞机 大壮不敢相信 他帮助的男人 其实正是整个事件的筹划者 他做这趟飞机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劫持飞机制造空难 而自己的计划之所以得以成功 全仰仗于大壮的协助 虽然最后大壮知道了真相 可坠机已成为了既定事实 他已无法从中干预 只能在悔恨当中 迎接他死亡的命运